原来修炼是那么重要的 那张教授 我们在修炼的这个方面 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呢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那我们这个人际的历史呢 大概从西方记录 跟我们东方记录很接近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人类 不是只是从我们这一际人类开始的 那么在我们的人际之前 经历了地球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巨变 所以是产生了冰河际 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这一个人际的祖先 最早开始繁衍子孙 开始之前 我们地球上整个的 经历了一个冰河时期 整个地球就是到处都是结冰 冻住了 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 那么 那么从开始我们的这个东方祖先跟西方祖先 开始繁衍我们的新的人类 开始 那么去现在大概是八千年的时间 八千年的时间 那在这八千年中 东方西方 还有各个世界各个大的这个原始民族 原始民族 比方印第安人 印度 等等的这些 其他原始民族 实际上 他们的祖先都跟我们中国的祖先一样 是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 熬过了冰河际 熬过了冰河际 然后才开启了他们的这个民族的一个重新的繁衍 那么也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修炼的这个技术方法 东方西方 还有世界各大原始民族 得以生存下来 得以延续他们的血脉 实际上都用了两个字叫修炼 那么只有修炼的人 才能够对抗气候的恶劣变化 地球上的这个巨变 才能抵抗这些灾难的损伤 那么才能够得以延续自己的后代子孙 那么从他们开始传到现在 那么八千年来 这个修炼的这个技术方法 可以说数不清 不可计数 但是虽然不可计数 我们现在可以从历史上去寻找脉络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几大系统 从大的方面可以分成东方系统跟西方系统 就是东方我们现在承传着的一些技术方法 还有西方承传着的技术方法 可以分成两大体系 那么东方体系里面又分为今天我们说在宗教界保留了大量的修炼技术方法 那么可以按照宗教来分 比方说是佛教 佛教这个系统的 或者叫佛学这个系统的 那么由释迦牟尼 那么开门讲学 然后弘扬到这个 以至到今天的这一个大系统 我们叫佛学系统 或者叫佛教系统 这是一部大藏经 一部大藏经 所以在这个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大概说了十万八千种法 他用众生 用不同的这个 生命者的需要 说出了不同的方法 那么这是在印度 印度传承下来 今天佛教在这个全世界还有这么一个成传 还有一个成传 那么还有一个体系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道这个体系 道这个体系 最早的是从福西寺传下来的 那么经过皇帝 最后传到老子 由老子开门讲学 那么包括孔子 也是这个时代的这个人物 那个时代出了很多的圣贤 出了很多的圣贤 那么由他们传播下来的 在中国形成了两大流派 一大流派呢 就是道学体系 这个以老子为这个得道经 或者叫道德经 为这个根本宗旨的一个体系 那么还有一个体系呢 就是孔子传递下来的这个儒家体系 里面也有大量的修炼的基础方法 那么在西方 西方基本上我们是发现的是 以圣经为这个主体的 就是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 为主体的一个大系统 当然这个系统目前也分成了几大系统 那么他们是分别是以不同的宗教形式 在传播的一个就是天主教系统 一个是基督教系统 一个是东正教系统 那么这个基本上都是以这个 耶稣基督的圣经 那为这个教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中东 以圣经最后演变 那么这个在中东 由这个万汉默德 创立的一个系统 成为伊斯兰的 这个一个伊斯兰教的一个系统 那么这些 我们是当然了 还有各民族的 比方说印度的新都教 这个还有这个 其他的一些各个世界 世界上各个民族的 他们这个传统传承到今天的 也是保留了大量的技术方法 比方说玛雅人 玛雅文明在我们地球 是一个很著名的文明时期 那么他们当时保留了 大量的技术方法 那么他们现在通过这个 一些这个 实证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方法 保留了很多东西 那么埃及 埃及那么它通过这个金字塔 那么演示了大量的 怎么跟宇宙天人合一 获得这个 巨大能量的 这样一些技术方法 那么在人类文明史上 还有一个希腊文化 希腊文化 那么这些也都是 里面有大量的这个 修炼技术方法 但是传承到今天 不太完整 经典方面不太完整 那么系统方面也不太完整 所以我们说完整的 基本上是有 道学系统 辱学系统 圣经系统 还有一个佛学系统 那么还有一个 伊斯兰教系统 那么从这个 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这五大系统 它传播的比较广泛一点 那么里面都有大量的 这个修炼 修炼的这个理论 和技术方法 在修炼上面 一定有两个系统 任何一个大系统里面 都有两个系统 一个就是理论系统 一个是实用技术系统 理论系统是什么 理论系统基本上是 就是我们举例子 就是一个厨师 他要去学着 跟一个师傅学着当厨师 那么他基本上是要 跟这个师傅先学 学理论部分的 那么懂得这个理论部分的 他才去学那个实际的技术操作部分的 也就是说他最终必须要会炒菜 能够炒出可口的菜肴来 那他才是一个成功的厨师 所以修炼界也是这个样子 他一定有一个理论体系 理论体系的话就是告诉你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怎么样去做 这就像厨师的理论教科书 那么另外一个实证技术方法呢 就是实践技术方法 就是说怎么把这个理论做成功 通过我们的身体 通过我们的心灵 通过我们的精神的改变 然后体验到这些技术 作用于我们的这个身体 作用于我们这个小宇宙 发生的巨大变化 来证明这个理论是真的 所以他一定有一个理论系统 跟实用技术系统组成 所以我刚才讲了这几个 传播全世界的这个大系统里面 都有这个修炼的实用技术方法 一整套的完整的修炼理论 但是传播到今天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各大流派 发展到今天 大部分只有理论的东西 比方说经典 经典它是承载着 大量理论的部分 那么但是实用技术方法 各大流派几乎都就是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全世界 进行广泛研究的时候 发现丢失的相当严重 也就是厨师们只会备菜单 只会念菜谱 只会念怎么炒菜 而不会真正的下厨房炒菜了 我举了这个例子 那么作为一个宗教传承的一个圣者 那你是法师也好 你是一个牧师也好 那你是一个神父也好 那你是一个道长也好 那么实际上 你必须会两种东西 就是一种就是理论 还有一种是什么 还有一种就是 实用技术方法 也就是说 我不去讲理论的时候 当人家需要吃菜的时候 我能把菜端上去给人家吃 当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离开经典 我可以去帮助别人 这是需要大量的实证技术方法 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在研究的时候 这个部分有大量的丢失 不是一个宗派 佛教大部分是讲理论的人多 诵经念经的多 但是真正能够把经中的 实用技术方法应用出来的少 道教也是这个样子 真正能够把道展现在人间 行道于人间的 这个还少 那么同样在西方也是这样 西方呢 我们在研究这个天主教堂 东正教堂 还有这个古老的这个基督教堂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教堂中保留了大量的这个 实用技术方法的一些秘密 奇怪的是这些秘密的话 在圣经上找不到相对应的一些内容 那么最后我们做东西方 文化比较的时候 文明比较的时候 我们发现原来这个西方 耶稣基督 在传这个教学的过程中 他也分成了徒弟系统跟普通的这个教仲系统 也就是普通学生系统 所以他教个十二门徒的东西 很多东西是超越圣经的 也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版的这个圣经中 我们找不到这些相应的技术方法 但是呢 家家在这个这些天主教堂 古老的 我是说古老 不是讲现代派的这些 那么还有这个基督教堂 还有东正教堂里面 保留了大量的用三地制作的 相关的 提升自己的生命 使自己的生命能够进化的 使用技术方法的一些立体的 他们称之我叫做艺术品 实际上不是艺术品 是使用技术方法的载体 是载体 那么所以是这些你刚才提到说 这个到底有这个多少个修炼方法 如果是真的是不可以说 那并且是 无论哪一个系统的这个技术方法 实际上最终都要解决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 对修这个系统的进行深口意的修改 修正 纠正 纠偏 纠错 使它还原 还原一个正确 那么再一个就是炼 炼这个系统 就是使自己的这个体内的 这个能量的量级 发生巨大的变化 产生巨大的神动力 你看各个这个系统中的这些圣者 他们都可以展现出一些今天所说的超人的能力 实际上不叫超人 实际上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会的这种能力 也就是说每一个厨师你都应该会炒菜 而不是应该只会念课本 那今天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只会念课本 不会炒菜 当然我是举例的 这些就是叫法师也好 叫什么宗教的这些各级领袖也好 那么他们大部分只是会念经诵经 但是他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核心的 实用的这些炒菜技术 应用技术 没有传承下来 没有传承下来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 在修炼界我们今天看到 所以基本上我们归拢一下 你刚才提到的问题 就是修炼有很多的实用技术方法 那么都是正确的 都是有用的 所以不能说是哪一派的更高 因为他们的这个真正开始传播的 他们当时的最开始起初的那个传播者 都是成功者 我们在中国都叫成圣了 成圣了 他不是一个凡夫 所以正因为他们不是凡夫 所以他的东西可以穿几千年不朽 不会坏 凡夫的东西我们今天说的话 明天人也许不记得 所以他们的东西可以穿几千年 孔子的东西 老子的东西 释迦蒙尼的东西 耶稣基督的东西 那他可以穿几千年不坏 伊斯兰教的东西可以穿几千年不坏 都是圣者言 都是这个 不是凡夫的话 那么都应该受到我们全人类的一个尊重 也是我们整个全人类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财富宝库 那么他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人类的 大家都应该去学习 打开门户之间 相互的交流 相互的学习 学到里面的真 学到里面的真 学到真的时候你才会开发自己的真智慧 那在佛学中他提到戒定慧 实际上所有所有的努力戒 戒是为了定 你只要有戒力才能够修出自己的定力 有定力最终目的是开慧 因为你开慧了 你才会彻悟宇宙人生时下 对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 140亿年的宇宙 对我们的人生 从开始出生到死 死了之后的时下 你都会彻底的了解 那么这个 你开着真智慧的人 一定是通通可以了解到的人 而不是说还有自己不懂的地方 所以这个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所以当然这些实践的 这些具体的修炼方法 我们会在后面逐渐的 尽可能的多的给大家介绍一些 让大家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 就是说既要会理论 又要去学使用炒菜技术 成为一个真正师级的人物 厨师就是一个老师级的人物 所以你要成为大师 你更要两手抓 就是既抓理论又抓使用方法 两个都会的 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大厨师 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大师 所以这个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对于我们的重视